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安娜2 大家请注意,这可不是安娜贝尔2 而且涛哥在网上搜了半天的安娜1 竟然是法国导演旅客被松指导的谍战片 和恐怖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可不仅勾起了涛哥看下去的兴趣 导演到底是蹭热度还是有更深的意思 所以我们开始往下看 故事开始,眼镜哥和好友小帅合作开设了一档网络灵异节目 但点击率很是惨淡 主要是没有好的创意,然后设备也很短缺 最近最新招募的实习生酒吧哥提出了一个不错的题材 在离酒吧不远的地方有个废弃的游乐场 传闻那里经常闹鬼 眼镜哥一听就来了兴趣 可好巧不巧,他们唯一的一台摄像机也坏了 于是只好舔着脸去找小美合作 原来小美,眼镜哥,小帅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小强 四人原来是灵异节目团队 后来小强意外死亡后,剩下的三人闹起了矛盾 最终分道扬镳 但缺了小美的创意和设备,确实对眼镜哥的影响很大 现在小美招募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强壮哥 也新开了一档节目 所以对眼镜哥借设备的请求并不理会 不过当小帅说出废弃游乐场这个题材后 小美来了兴趣,提出一起合作进行拍摄 双方是一拍即合,立刻开始了行动 他们在酒吧哥的带领下来到了小镇一户居民的家中 据说这家的小女儿在废弃游乐场待了一晚上后 就被恶鬼附身 他们决定就从这个小女孩入手 像很多被恶魔附体的女孩一样 女孩披头散发,神情恍惚,手脚被绑在了床上 这五人一开始并没有在意 以为像过去一样都是爆料者搞的假象 他们说着笑着,开着女孩的玩笑 不料几个人一个没注意 女孩蹭地贴到了房顶上 大家一下就懵逼了,悲快地跑出了房间 看来夜路走多了,真的见到了鬼 随后小帅自告奋勇,要拿着肾水去驱魔 而他所谓的肾水,就是把肾金扔到水桶里泡水 再将水装进自己的小水枪里 接着几人壮着胆子再次走进了房间 女孩此时忽然出现,掐住了小帅的脖子 在情急之下,小帅拿出水枪对着女孩一通撕 你还别说,这方法还真的管用 刚才还嚣张的女孩瞬间瘫倒在地 这驱魔手法也是真的没谁了 让驱魔大师沃伦夫妇和我们的林振英师傅 真是情何以堪啊 经过这件事,大家是又兴奋又紧张 这光是前奏就够精彩了 如果真的在游乐场拍到个鬼 那剪机量不得起飞 画面一转,古人趁着夜色来到了废弃的游乐场 这里雾气弥漫,很是诡异 不闹鬼都对不起这里的环境 这时大家发现在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玻璃罐子 仔细一瞧,里面居然装着一只断手 胆小的九八哥尖叫了一声,驾得落荒而逃 但在荒岸中掉进了森林中的小泥坑,动叹不得 这时旁边的一棵古怪的大树突然发出了红光 一发就将九八哥拖进了树洞 这也正是开启了游乐场闹鬼的模式 接着眼镜哥去找九八哥的时候 忽然进入了幻境 他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高高抛起 摔下了万丈深渊 而在现实中的他,只是莫名其妙的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小帅小美还有强壮哥赶紧围过来查看情况 这时小帅背着收音机里传出了恐怖的声音 声音是游远寂静越来越大 接着小帅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拖进了一扇红颜色的门中 强壮哥过去爬门,结果也进入了幻境中 被一个浑身溃赖的女鬼不知道拖到了哪里 接着在外守护眼镜哥的小美 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于是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结果掉进了一条河里 一个自称叫小辈的家伙不停地叫小美妈妈 可把小美给吓坏了 这个小辈本来就是她给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起的名字 结果孩子意外流传 对方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自己起的名字 这时一双血手拖着一句死音声了起来 小美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小帅强壮哥,眼镜哥,小美分别从昏迷中醒来 他们有的被绑着手脚 有的被一群腐烂的恶鬼包围 有的躺在人头组成的隧道里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这个声音就像我们经常看的奔跑吧兄弟这类真人秀里的感觉 这个声音告诉他们 说眼镜哥四人经过初选正是进入了游乐场游戏的时间 而这个游戏共有三个环节 第一关主要是放松心情 确保参赛人员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世 第二个步骤是转换 我们会将你所爱的一切转换成你最憎恨的一切 第三关叫做吞噬 你将成为我们这里居民的养分 现在游戏正式开始 我们简短的说 经过一系列恐怖的恶鬼 僵尸轮番的折磨 强壮哥,小美,眼镜哥都领了盒饭 他们还被鬼魂请上了台 就像综艺节目中挑战失败的人一样发表着感言 但幸运的小帅 凭借着携带的小水枪成功一袭 一路杀了出来 还将眼镜哥从地狱中救了出来 影片的最后 两人一把火将这个恐怖的游乐场烧成了灰烬 然后两人坐在地上 木然的看着远方 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本片 我想大家都会感慨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但涛哥看了却有些欣赏 涛哥看了上千部的恐怖电影 有经典的也有狗血的 但大部分套路涛哥都已经熟知 而这部却以一种荒诞的喜剧的方式 打破了原有的套路 涛哥初看时有些别扭 怎么感觉和预想的不一样 比如九八哥明明落在一个不到半米的小泥坑 居然就狗带了 而眼镜哥明明被恶鬼撕碎了 最后居然又活了过来 还有就是最后的小帅和大boss决战 居然用小水枪就解决了战斗 而更让人火大的是 本片名叫安娜二 你和安娜一没关系 咱就不说了 好歹你也让片中有一个叫安娜的人呐 总之给人的感觉就是使不上力 夸他也不对 骂他也不对 其实导演是在讽刺 如今越发缺乏创意的恐怖电影 现在有太多打着伪纪录片 可真人秀旗号的粗质烂造的恐怖电影 而这部另辟捷径 让鬼魂作为主导玩了一把真人秀 也许鬼魂和人类一样 有着自己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他们也模仿着人类的生活 说不定就在另一个世界 上着网打着游戏解说着电影 所以这样一部有意思的片子 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片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